既然向游淑珍感谢清洁队员辛劳 端午节前夕除了制证加菜金 还赠送队员每人一盒粽子 希望让常年辛苦的清洁队员可以感受到温暖 同时游淑珍也请乡亲们要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不要增加清洁队员负担 更提醒大家一样要落实防疫措施 守护自己和家人健康 清洁队员平常要亲运垃圾 维护市场环境整洁很辛苦 而这两年疫情爆发 清洁队更是肩负起第一线清销防疫任务 端午节前夕 吉安厢长游淑珍特别来到清洁队 除了制证加菜金 也赠送每一位队员一盒粽子 感谢队员们的辛劳 再次感谢吉安厢清洁队承担起防疫期间 跟平日的洁净家园 跟及时到位的服务 在端午节的前夕 我们除了送来暖暖的这个加菜金以外 今年更加振了我们客家美食的吉香粽 希望带来他们满满的祝福 跟感恩之意以外 也再次呼吁我们的乡亲 做好垃圾分类资源回收 能够减免我们工作人员的危险 还有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拉锯 所以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祝福他们 每一天的工作都要平安健康以外 也再一次的感谢乡亲 让我们一起共同为吉安的捷径家园 一起努力 游淑珍亲自发送加菜金红包 还有每人一盒吉香好种 更有消暑解渴的花莲大西瓜 游淑珍也提醒清洁队员们 要注意工作安全和自己的身体健康 同时她也呼吁乡亲 要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不要再加重清洁队员们的负担 吉安清洁队加油冲啊 戒旅会前相报道